大家好,我是爱做甜点的胡小妹 这部前几周搞了个投票 让你们挑想选哪个月饼 大家果然不出意外的选了个最好看 但是最复杂 让我拍了整整两天的红丝绒乳捞月饼 来吧,满足你们 先来做加薪 把质量好的黑巧克力隔热水加热到融化 如果你和巧克力深交过 就会发现它很矫情啊 粗暴的丢到锅里直接化 它会不开心 然后咻的一下 变成像XX的不明物体 所以我们要给它带个套 隔着碗来加热 把薇花饼干放到搅拌机里打成碎屑 推荐用Loker牌子的 他们家的薇花饼真的超超超好吃 我最爱的就是榛子味的 这次用的就是了 然后把碎薇花和巧克力液混在一起 加点奶油 搅拌均匀 放到冷藏室冰起来备用 下面来做奶油乳烙层 把白豆沙放到微波炉里打个一分钟 不然太湿了 去掉点水分 然后加入室温内软化好的奶油乳烙 一丢丢的盐 有香草精的也可以加一点 用打蛋器中高速打到材料充分混合 没有一点点颗粒 然后把材料放到冰箱冷冻室一小时左右降个温 取出来 咬成一个个重量约为三克和十克的小球 再次放到冷藏室里冰个三十分钟 取出来把乳烙球整理圆滑 然后用食指对着大的乳烙球中心压出一个洞 这里就要求你手活好 不要用力 由浅到深 温柔的伸进去 来回揉捏 注意千万别闯破了 会有点粘手 最好也是戴个手套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期间要是奶油乳烙变得太软 放到冰箱里冻一会儿 拿出来继续操作 拿出巧克力夹心 用这种圆形小勺子咬出一小勺 放到刚才瓦出的洞里面 然后在上面盖上压扁 剩下三颗的小乳烙球 整理下把巧克力严严实实的封起来 一颗大丸子就完成了 重复把剩下的都给解决了 然后把白白胖胖的乳烙丸子们 都封上保鲜膜 放到冷藏室备用 接下来就轮到红丝绒蛋糕层 这一层你要是嫌麻烦 可以省略 不过你要是倔强非要做 需要提前烤一个红丝绒蛋糕胚 不用很多 差不多100克就够了 红丝绒蛋糕教程 我发过布置一次 大家可以回去搜一下 然后把蛋糕做成非常碎的渣渣 戴上一次进手套操作 会比较干净方便 拿出冰好的奶酪丸子 丢到蛋糕碎屑里 让它打个滚 保证表面都沾上就行 然后在手掌心里面整理一下 全部都滚好后 盖上层保鲜膜 把红丸子放到冰箱冷藏室备用 最后就可以来做红丝绒皮 把糯米粉 粘米粉 还有可可粉混在一起 倒入牛奶 用打蛋棒或者刮刀搅拌均匀 注意一定不能有颗粒 把白豆沙倒在一口小锅里面 加入刚才混好的液体 开中火一边加热 一边用木勺不停地搅拌 直到水分差不多蒸发 看起来比较粘稠 关火再搅拌一会儿 用手指去摸混合物 不粘手就好了 然后倒出来等不烫手 就可以把大面团 用手揪成一个个的小块 再揉到一起 重复个两到三次 直到面团完全冷却 加入红色实用色素 戴上一次性手套 不然会染得到猪斗室 来回揉来揉去 直到颜色混合均匀 然后把它分成重量 约为20克的小块 再手掌心揉成小球 然后再按压成饼状 放上红丝绒奶酪球 一只手按压着球 一只手把红丝绒皮向中心推 把奶酪球给包起来 在手掌心中整理圆滑后 拿出你的月饼模子 在模子表面涂点油 方便脱模 把月饼最漂亮的一面朝上 放到模子里面 温柔又不是力道的一压 提起来 完成 我会在手掌心中 有一天 哦 梦 让你弄 破坏 任何处 你去 我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